我们坚持研发出这款世界顶尖技术,美军航母要防范的对象又多一个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,西方在离海地区发现一个飞行器,因不了解其情况,取名为离海怪物,后来才知道,为一款地效飞行器,西方在这一领域根本没法相比。 如今的离海怪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当俄罗斯因无力研发,实际将离海怪物丢弃,西方也不重视的情况下,我们坚持研发出这款世界顶尖技术,开始奋起直追,先后研发多款型号。 不久前,又推出无人的效飞行器,为何我们研发地效飞行器和俄罗斯截然不同? 俄罗斯喜欢越大越好,我们却小得多,甚至弄出了无人形。 这属于中俄在技术理念上的差异,地效飞行器的设计是利用地面效应,当运动物体贴近地面运行时,地面对物体产生的空气动力干扰。 实质为鉴于船与飞机之间,俄罗斯按船的理念来研发,自然要越大越好,我们按飞行器的理念来研究,固有,地面效应无人机,那么自然不会刻意去追求大。 国产地面效应飞行器 关于其应用,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交通工具,其实在军事领域潜力更大,可以说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反舰武器。 虽说个头不大,却让美军更紧张,以后美军航母要防范的对象又多一个。 我们正在开发的地面效应无人机自重只有三吨,个头已非常小了,在任何雷达上,都属于标准小的目标,再加上巡航高度1至6米,属于掠海飞行,处于对空警戒雷达的盲区,对海搜索也难发现它,如果再采用一些反引伸手段,那么更难发现了。 地面效应无人机 如此一来,它可以无声无息地接近到距离目标非常近的地方,而不会被及时发现,仅这一点就非常理想了。 再加上它有兼聚船的特性,可以在海面停留待机,这就更让对手防无可防了。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00公里左右,最大续航时间1.5小时,那么最大活动半径达到900公里以上。 毕竟无人机,可以不考虑返航的问题,更可以直接攻击目标,只是速度不是很高,自杀式攻击的成功率受限,但是它拥有一吨的载弹量,那么可以作为武器发射平台使用。 而且使用的武器型号将非常广泛,只要不超一吨就可以挂打,比如,英机803,英机91等,如此一来,不仅仅提高了攻击成功率,还提升了打击范围。 反舰导弹,这样可以实现最大约1000公里的打击范围,只要看一下地图,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。 那么美军不头痛才怪呢,一个可以随时掠过海面对航母实施攻击,那真是防不胜防。